一大清早新北市中和卫生局前 已经大排长龙 每个人都想赶紧卡位 甚至有人凌晨三点就来排队 全都是为了聚隔单 很乱 然后我们都没有收到简讯 所以才来排队 民众骂声连连 明明已经填了疫调系统 却迟迟收不到聚隔单 只好来现场排队 但卫生所名额限量 让排不到的民众简直气炸 超级快要上班不能上班 就只能亲自在这边慢慢靠 会出现排队的乱象 就是因为民众等不到聚隔单 通通涌进卫生所 根据统计 新北至少有两成民众 碰上系统出错 无法收到聚隔单 等于每天有四到六千人苦等 这样的乱象 甚至导致民众大闹卫生所 不只场外民众超火爆 场内一名男子 对着卫生所人员破口大骂 因为他请假来领聚隔单 号码牌却早就发完 让他气急败坏 涉嫌恐吓承办人员 这样的类似情形 让卫生所一周报案六七次 这样的乱象评传 到底谁该负责 没有聚隔单就无法办理请假 或申请理赔 民众气急败坏 地方卫生所无能为力 中央系统迟迟未能修正 让民众生病还得苦牌聚隔单 难怪导致民怨报表 记者李晴 由桃SNC小组 新北参访报道